1月21日 有网友公开韩国明星夫妇玄冰与孙艺珍在日本约会的画面 介细拍摄时间是去年的圣诞节前后 粉丝猜测他们暂时撇下儿子小甜豆 享受二人世界 途中玄冰夫妇坐在餐厅内 两人有说有笑 玄冰正在说什么 老婆孙艺珍专注地看着她 笑出了月牙眼 画面相当甜蜜 他们私下明明是素颜 也看得出来打扮随意 但不知道为何 夫妻同框相视而笑的照片 自带偶像剧绿镜 就像电视剧呈现出来的镜头一样美好 这大概就是真爱的魅力吧 算一算时间 玄冰与孙艺珍在2021年元旦公开恋情 一年后宣布结婚 现在已经当爸爸妈妈 儿子都一岁了 他们的恋爱进度非常快速 感情也好甜蜜 去年圣诞节 有网友在日本东京一家著名的童装店偶遇了玄冰 网友透露 当时孙艺珍在店内挑选义父 玄冰在助理的陪伴下 一直在门口讲电话 讲完他就进入店内陪伴妻子 那个时候 网友只看到玄冰的脸 不知道店内的女子原来是孙艺珍 错过了围观这对恩爱夫妻的机会 一个月后 终于有人公开玄冰夫妇在日本的合影 跟大家想象的一样 爱爱甜蜜 至于孙艺珍所生的儿子 去年曾不慎曝光正面 当时 孙艺珍在机场与粉丝打招呼 手机突然亮起来 儿子的照片就这样被媒体拍到了 据悉 小甜豆集合了孙艺珍跟玄冰的优点 手脚修长 脸上有酒窝 跟妈妈一样拥有微笑眼睛 当了父母之后 孙艺珍跟玄冰的工作量明显减少 特别是孙艺珍 他至今还没有付出拍戏 仅在去年接受综艺节目采访 大谈婚后生活 孙艺珍要照顾儿子 但他也没有忽略老公玄冰 夫妻俩不时外出约会 一起打高尔夫球 保持恋爱时的新鲜感 去年 孙艺珍与玄冰相约朋友到烤肉店聚餐 对顾客拍到 两口子都穿白色上衣 戴着帽子 一身情侣打扮十分休闲 之后 孙艺珍还在社交网的现实动态晒烤肉照片 低调秀恩爱 当了父母之后 孙艺珍跟玄冰更关注弱势儿童 1月9日 有消息指他们于去年 向首尔罗山医院及慈善团体营运的 七营保护组织捐款约1.5亿含元 80万元人民币 捐款用来资助儿童患者的医疗费 以及帮助未婚妈妈的家庭 孙艺珍表示 在所有人都很辛苦和艰难的时期 小孩们比谁都更需要有人伸出援手 希望用温暖的礼物融化他们的心 1月7日 孙艺珍还拿出珍藏品举行慈善意卖会 藏品包括她穿过的衣服和一直很珍惜的物品 意卖会结束后 孙艺珍团队筹得近22万元人民币的善款 全额捐给非盈利团体 帮助残疾人士度过困难生活 选宾与孙艺珍被媒体称赞人美心善 他们自己过得幸福 也不忘照顾弱势群体 实在是明星典范 从网友分享的偶遇照来看 先生某餐厅的玄宾孙艺珍虽说打扮都很低调 但颜值气质均出众的夫妻俩 还是能够让人在人群中一眼就捕捉到 私下约会被认出的玄宾孙艺珍 夫妻俩还给网友送上了签名 亲和力满分 照片中 只见孙艺珍玄宾面对面而坐 结婚快两年的两个人 虽说儿子都一岁多大了 但感情一直都很甜蜜 与老公热聊的孙艺珍看向玄宾的眼神 和热恋中的少女一样拉丝 不知道玄宾给老婆讲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孙艺珍被逗得笑弯了眉眼 再看玄宾 相比依旧女神范的老婆 留长头发的她不如以前那般清爽帅气 引发热议 对于玄宾的大姨头 由网友十分不解直言 她又不拍戏 为什么将头发留这么长 还有网友直呼没法忍 有一说一 41岁的玄宾头发又黑又迷 还是很令人羡慕的 记得此前玄宾受访时 还被问到过如何打理头发 对此玄宾称没有工作时 不会刻意去动头发 让她自由生长 而且从孙艺珍看向老公眼神来看 她可是丝毫不介意老公现在的发型 此外 还有网友将关注点放在玄宾穿搭上 与老婆约会的玄宾 她的穿搭与前段时间在日本逛童装店时被偶遇到的穿搭一样 所以说 夫妻俩这组约会照应该就是去年圣诞节时玄宾去日本时的照片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在网友分享的系列偶遇照中 虽说并没有看到玄宾孙艺震儿子身影 不过 当时玄宾逛童装店时画面中有出现婴儿车 由此说来 这次日本度假很可能就是一家三口的旅行 22年11月生下儿子的孙艺珍 儿子甜豆满一周岁时 她和玄宾还特意扮了周岁燕 儿子出生后 孙艺珍虽说显少晒娃也没有晒过儿子正脸照 不过 孙艺珍透露儿子长得像他多一些 说起来当初音系结缘的玄宾孙艺珍 夫妻俩自从恋爱后还没有合作过 也很少公开秀恩爱 想来是不想过度消耗两个人的感情 如今彼此事业独立 不忙工作时一起照顾孩子 有时间还会过一把二人世界享受生活的两个人 现在这状态也挺好的 对于网友们而言 看到曾经刻过的CP如今在现实生活中还那般幸福 自然是很为他们开心的 那新的一年 祝福玄宾孙艺珍一家人也要继续幸福快乐下去啊 他们的孩子仿佛成为了爱的见证 即便是在忙碌的育儿生活中 两人依旧保持那份属于自己的爱情空间 当两人对视微笑所有的情感都在那一刻得到了升华 幸福的模样远比言语所能表达的要多 这样的夫妻无疑是许多人心中的理想型 他们的爱情故事如同一个完美结局的童话 令人不由自主为之一笑 似乎再次证明了良才女貌的组合总是那么让人艳羡不已 两人眼中的柔情是遮也遮不住的 因为爱意早已根植于心 在《爱的迫降》这部作品中 他们将两个国家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情感故事 演绎得淋漓尽致 观众们随着剧情的发展 与之一同欢笑与泪水 不少人心中暗自盼望 这对影评CP能终成眷属 而现实中 玄敏与孙一珍不负众望 他们的结合让观众觉得 这不仅是影评上的匹配 更是命中注定的美好结合 时过境迁 从心内的情侣到现实生活中携手共进的伴侣 玄敏与孙一珍的故事仿佛 真的是一部活生生的爱的迫降续集 这样的情感轨迹 不仅让人感动 更让人心生向往 记得曾经有人说过 喜欢艺人的眼神真的是藏不住的 即便是许多年的婚姻 玄敏与孙一珍间那份唯美的情感依然清晰可见 孙一珍的电影《我脑海里的橡皮擦》以及《甲乳》 爱有天意都曾经让观众见识过她的美丽与才华 而如今 在玄敏的宠溺与照顾下 这位女神依然保持着过人的魅力 他们的这次《日本之旅》 孙一珍看着老公的眼神依旧是满满的爱意 即使只是平淡的日常 也如同电视剧中的画面般浪漫温馨 人们在平凡的生活里 都渴望有这样的时刻 能够与自己是爱的人一起悠然享受 仿佛世界只剩下了彼此 结语中 不禁要说 玄敏与孙一珍之余公众 不仅是娱乐界的一对璀璨明星 更是一对甜蜜爱情的化身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选择 传递着一种信念 不论年华如何更迭 真爱始终值得每一个人去追求与珍惜 愿他们的故事 如同他们一直以来在公众面前呈现的样子一样 幸福和美满一直到永远